欢迎收看今集《灵异邨》 我一看着你们打卡,我笑了 大家在查看的时候,我都以为嘉宜会被你博仲 谁知道都是Benny,你真是不得了 你刚刚是答正10点,又是Benny 好了,那我就和Benny开张牌 在这个洗牌的时候,想和嘉宜、Minivan、梓玲、女村民们说 新娘等说,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我这只千语格口罩,配件素色衣服很好看 在很多分店香港制造,或者什么东西买 这个衣服很漂亮,你们下次买下来戴 今天很开心戴口罩,不过做节目要脱 为了声音好听点 这个口罩今天趁T恤出奇地,真是好看 所以你们下次可以买这个,蓝色的好看 好了,Benny Benny最近就是,她说你有些固执 大男人 最近有些执着,不是执着的,是固执 我说这样就这样,不要改了,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背负着很大的责任,所以你这件事 你坚决地要站硬的话 还有决心 但是你呢,有很多责事令到你投婚奴障 她叫你记住清晰,你既然决心了,就 你说请给第二个? 开了 但是呢,最近有些利有利的容易令你分手 就让你保持她的身体 第二个是哪个? 10.01 哇,你们 都是小狐狸 小狐狸,你私下找我吧 节目时间,没办法 你打得太迟了,Benny 这样的 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说 除了介绍我的女村民 这个口罩挺漂亮的,好看之外 我想说,有些东西很邪门的 澳门很小 人口也很少 当然 她最有名的就是一些赌场 但同时之间,她最有名的就是 不是杏仁饼 还有就是凶杀案 最近刚刚新闻,澳门又出了一个凶杀案 其实很多类童 都是男杀了女 当然,叉烧包的杀人全家 但其实过往那些手撕鸡案 都是男杀女 那些可能是某种事业很旺盛 所以有比较多的案件 地方小小的又发生了这些案件 所以记住 去那些地方玩 虽然说我正经人家 没什么 但难保就是 有什么意外发生 看清后面不要被人跟 不要跪玩手机 你知道吗? 你都买了不同的花款口罩衣服 但我今天第一次买这个千语格 我发觉我买了那些 好像不太好意思 我发觉她的粉红色和红色的衣服 原来衣服很壮 很容易摔摔 这个蓝色千语格 挺有型的 挺好看的 今天呢 先和大家说 一个美国都市传说 我稍后又会问 我的故事 很棒 所以大家要记住留意 先说一个Jeff的故事 有一张恐怖相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美国都市传说 所以我想Wing就会有些印象 这个Jeff 为什么会看到这张照片 类似这张照片 他就会出现在一些公路 或者是学校 总之一些夜难人症的时候 会突然出现 他就会选择人来杀 这些地方的多数是什么 多数都是情侣 或者是学生的暗角 这个Jeff就会突然之间出现 然后就会把他们杀 这个是一个都市传说 你碰到他们就没有运行 但是呢 这个Jeff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呢 是有故事的 他是有身份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说 在美国有一间 政府学校 就是普通的学校 就有一个叫Jeff的男孩 他性格很内向 他是单身家庭出身 所以呢 他回到学校 因为他性格内向 又斯文 就常常穿衣服 就是比较朴素 一些 可能我们叫那些 老土一些 于是呢 他就常常被人欺凌 那些恶霸 除了打他 拿他钱之外 那些女孩 都会笑他 他最初呢 就是因为 他是单身家庭 只有他妈妈去找食 那他就是 不敢告诉他妈妈 直到他妈妈呢 就觉得 为什么他好像很沉默寡言 不太出声呢 于是就尝试 回到学校 就是跟老师投诉 投诉就更大 那些恶霸 对他的欺凌 就越来越厉害 投诉嘛 其实呢 就对他欺凌 更厉害 其实呢 我想说呢 你们真的不要怕了那些学生 就是要教识 保护自己 遇到这些恶霸 联系一些 继续打着他 打着帮 那就行了 因为一旦报警呢 其实呢 跟他们说 落了案 他们呢 都是会修炼一点 这是我以前 读书的经历 有一些同学被人欺负 有些警察来到 就落案了 那他们马上修炼 其实都是有用的 所以就不要害怕 不过他这个都市传说 就是那个男孩太怕事 整整整整整 这个欺凌就越来越厉害 有一次 就是他们呢 一班年轻人 夜晚没有钱 就叫这个男孩出来 打 就要问他拿钱 那他身上没什么钱 就打他一锅 打到呢 就是跟那些女孩有嬉笑 就是笑他 打他一锅 令到他身受重伤 于是呢 他就 那些叫什么 逼到埋牆 就会反弹 当时呢 他就是 一路之下呢 就是打回头 打到那个男孩躺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才恐怖 打到恶霸躺下 然后那些恶霸就说 你死定了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孩呢 Jeff呢 就黏了線 他就说 你忘记了啦 你知不知道 我在你身上 淋了些什么 原来呢 他这么久的欺凌 他有避而来 他随身 带了一支汽油 打火机汽油 在打架的途中 刚才打来打的途中 他就淋了些汽油 到那些小混混 但最神奇 物极必反而 都是反抗 打回头的时候 是够打的 所以你说千万不要看小自己的力量 他当时呢 就点火 是想着和这群恶霸同归于尽 那这群恶霸呢 这群恶霸呢 就是欺负他的人 果然是烧死了 但是很可惜呢 就是 Jeff呢 救回的时候呢 已经是全身的皮肤被烧伤 被救了下来之后呢 当时是包了崩带 即是他已经毁了容 到了Jeff呢 接近康复的时候呢 就要脱了崩带 他看到自己的面目之后呢 他因为不可以接受 他自己的皮肤已经溶掉了 他不可以接受呢 所以呢 他就在医院里面 就选择自杀 自此呢 他的灵魂呢 就在学校啦 还有呢 他被人打的时候呢 其实在荒山野嶺的公路 自此呢 他就在那些地方流连 就是如果呢 是有一些 即是见到一些 年轻的年轻啊 有那些人 他就会出来 吓他们 还有呢 就会对他们不利了 这个呢 就是啊 Jeff呢 的都市传说 在美国很流行 那你见到这一张照片 哎 原来这个啊Jeff有来源 我上次呢 我忘记了我有没有说 我有没有说过 我有没有说过 Robert De Dao 的近况 我最近都要说一下 那些鬼谷的近况 嗯 Robert De Dao呢 我忘记了我有没有说过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因为我做了资料 但我忘记了节目时间 又太紧逼 嗯 Robert De Dao呢 最近呢 就是继续收到很多信 他们的博物馆 那他的近况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信呢 就写了 say sorry 就说以前得罪了 Robert De Dao 就很黑仔啊 叫他呢 原谅他啦 那这个呢 就一直都有 但是呢 最有趣的是 我看到呢 原来Robert De Dao 在那个博物馆 他们有官网呢 你又可以订 和买回一只公仔呢 是和Robert De Dao 一模一样的哦 那我就觉得 咦 那么神奇 就是那个 已经醒目到 一个做生意的地步 你去参观不够 因为疫情 对不对 那海外的人飞不到 咦 那他可能生意大减呢 就变了呢 哎呀 嘉宜你私下来找我啦 是的 那就变了呢 那个公仔 一出博的公仔来卖 那还挺有趣的哦 那听说呢 她是Robert De Dao的公仔 我不知道她是否一比一呢 但是她 喂 Hello Sandra 但是我见她呢 说有得博的公仔 出来的样子 真的抄捉Robert De Dao 是一模一样的 即是没有弄到Q版 我宁愿想买Annabelle Annabelle是有趣的哦 对啦 那所以呢 这个是Robert De Dao的近方 即是近 近... 近来呢 就... 我看看你们说什么 先 哪里有得卖 小狐你说我的口罩 我都是在街上 现在很多分店 没有那些 Hello Mimmy Melody 有一间 卖口罩 那间 哎 99 现在才进来 好 那就... 不要紧 因为呢 刚刚讲到的都市传说 现在呢 就讲了精彩的部分 今天想和大家讲呢 就是想讲呢 文米 那我很记得呢 就是很多人呢 都对这个文米 好... 充满这个... 好奇啦 而且呢 很多不少呢 都是我们这些 恐怖片 始组呢 承诺罗兰姐的文米 那我们呢 很多时候呢 都觉得 文米呢 有真有假的 呃... 那些叫什么 有时又觉得呢 呃... 如果电视出镜 有时有些 是不是流的呢 好像演戏似的 那样 但是呢 听这些故事呢 真的那些呢 又很恐怖 那有没有呢 那样 那我就记得呢 在十几年前 还是十年前 是的 都有这么想日子的了 那有人呢 是分享过给我听 呢 一单文米的东西 那我这个呢 是没有说过 因为那时候 是没有 另一家网台呢 好像是有人分享过 但是呢 就没有 没有说过的 这个是 是不是GOOD MARS 哦... 那个牌子... 哎... 我没有留意啊 下次我 补回一张照片 再告诉你 我下集再告诉你 好了... 那... 十几年前 就有一单文米 所以一种画面 那时候呢 那时呢 她叫做Yanne 那... 那... 她呢 她呢 就是相关我 那次呢 就是她妈过了身 她很伤心 因为她呢 跟其他家人呢 是很疏的 是不太疏匕的 是很疏疼的 最关键呢 就是自己的妈妈 即阿爸 阿妈 阿婆的那些死去吧 那你只剩下的那些呢 是很远的 那些 是那些 不知哪里 哪里的表哥 或者是那些疏糖 就是那些阿姨、阿叔 那些就不是跟自己很親 不是喊耶、不是直系 他媽媽也過了身 那時候他很傷心 直到他媽媽生日 他就很想念他媽媽 經朋友介紹 他介紹了他澳門民迷 滿心期待 因為很想跟媽媽聊天 很想見回媽媽的心情 我都很明白 他介紹這句話的時候 他人都很傷感 所以我都不敢駁嘴 這個故事我沒有駁嘴 沒有問得很細節 因為他很傷心 難道你還像記者一樣質問他很難受 那我由得他講 他就說當時去澳門的目的 只是很想跟媽媽說幾句 就是包括我只顧你 生日快樂 就是希望他過得好 這件事我沒有正式數過日子 十年或十多年 十一、二年左右 他那時候去澳門 找個阿姨問幾句話 他跟她說收費都六七百元 你預約六百元 他那年代當然覺得很貴 他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舊的單位 那個阿姨出來的樣子 都不太可靠 因為她不是那些想像中羅蘭 很年紀很大的女人 她是一個四十幾歲左右的女人 一個阿姨 又不是太老 心裡也有點害怕 是否那些賺錢的主婦 心裡也有點擔心 但是他就看到 他的壇桌子放了很多東西 只是一些製品 即是一些吃的 或是用的東西 是十幾碟 還有一些酒 他一來都覺得 起碼我花這塊錢 那邊那個人也有點誠意 是不是 除了這樣 屋裡有一個化寶盤 他就是燒很多東西 買很多東西給他媽媽 那他就 當時他就心裡想 即是你都做回些東西給我 即使你是假的都好 你都先交了功課給我 所以就想一下 也沒有說他很質疑 先試一下 坐下 那這個阿姨 都不是留的 如果是坤里留的 就很快上身 說完幾句 走收錢 搞來搞去 他媽媽都不上來 那他心裡想 如果你是 即是不是真的不行 因為如果你是留的 你假裝給我就可以 那他當時 他就跟他解釋 他說 你媽媽 不想上來 我搞他不行 你有沒有什麼 跟他說 那個說話 我帶給他 搞了很久 就好像 你請來請都請不到碟仙 那他就想了一陣 就眼濕濕 媽媽你為什麼不上來見我呢 那他就說 我今天來 是因為今天是他的生記 所以 我好想跟他說一聲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好想跟他說一聲 生日快樂 那那個阿姨呢 點了點頭 又再去 下去找他媽媽 即是在那裡打坐 很安靜 又不會做戲 那些震了 那樣 眉盲 好像睏眼睡 那他這樣說完 他媽媽肯上來 因為聽到他女兒說 即是想跟他說生日快樂 即是可能是 感動到他 那他媽媽呢 就肯上來 那他媽媽呢 一上來 就很安靜 先是那隻眼睛 這樣看著他女兒 那他女兒呢 都有點很不自在 媽媽為什麼這樣看著我呢 他說 媽媽 是不是你呀 生日快樂呀 我很想念你 那他媽媽說 我要說一個秘密給你聽 他說 因為呢 我忍了很久的 這個秘密 因為呢 這件事呢 我現在在下面走不了 我投不了胎 我兩頭不到案 你看一下幫不幫到我 如果你幫到我呢 我就會解脫 我就真的快樂了 那阿欣聽到呢 都打了個頭 蛤 什麼秘密呢 有些什麼呢 發生什麼事呢 那他媽媽呢 就說 他媽媽呢 就說 呃 你老爸的死呢 是跟他有關 那阿欣就已經 啊 老爸死和 跟你有關 對了 說到這裏呢 就要進入Part 2的部分 哈哈 Part 2回來呢 就告訴你 他的經世 他媽媽呢 經世大秘密 還有為什麼他媽媽走不了 怎樣幫他媽媽走到 還有還有些 什麼恐怖事 那除了這個故事之外 呢 還會有一個關於 為什麼我們呢 燒些妹仔 燒些紫人 有一個關於 茅山術法的一個 紫人的故事 待會回來 繼續 親愛的觀眾 是不是很想買羅永恆令義村的節目呢 方法很簡單 冷靜一下 聽著 首先你在我們的網址登入來 你就要用Facebook或者Email登入 登入之後 你就要選這個節目付費的方法 然後你在購買節目裡面 知道選我的節目就是羅永恆令義村三個月 不要選錯 阿Jan說明是選錯了 不回水 那選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付費方法 分別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或者銀行入數的 如果你用PayPal或者Credit Card的話 基本上你一買了 就立即可以隨時收聽我們的付費部分 但如果你是用銀行入數的話 你就要傳回你的入數紙給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開通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不立即行動